有個問題我們一直都想要問 志祺七七明明是一個認真型的頻道 但為什麼留言區每次都會出現一個怪怪的留言啊? 不忍了,今天我們就要來稽查一下志祺七七的觀眾留言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祝大家新年快樂! 如果你是固定收看我們頻道的觀眾 應該會發現我們的留言區討論通常都滿熱烈的 有些觀眾還幾乎每天都固定來留言 真的是非常的謝謝你們! 那雖然絕大部分的人,都會在討論影片的內容 但我們還是會注意到,有幾個常常留言的觀眾 會留言流出到自己的風格 像是張雅廷啊,You are so wrong啊,或是基悟空等等 甚至還有自己的粉絲 一天沒有出現,大家就在那邊坐等 這些留言觀眾到底是什麼來頭 到底為什麼可以用留言流出粉絲? 今天的特別計畫,就讓我們一起來開箱志祺七七的神秘觀眾吧! 不過,也要另外說明一下 以下順序,只是按照我們找得到的資料詳細程度來排 排名不分身後喔! 好,那頻道觀眾應該都知道 按照慣例,先讓我們進行工商服務時間! 順暢的自主,還能夠挑戰更進階的技術 提高作品的精緻度 模型客規劃了塗裝、噴漆、刻線等等的40個技法單元 你可以建立更完整的模型觀念 熟悉進階製作的專業眉照 從細節讓成品更加完美! 還有,喬老師也推出了擬真舊化技法的進階講座 包含了像是磨損、污漬、秀石三種效果 可以讓鋼譜的質感表現更加細緻 有興趣的話,1月底前 第一位要談到的是幾乎每天都會來留言 而且留言時間還超級快的 You are so wrong Ron I said 他的留言的風格,幾乎每次都用也許開頭 像是這個、這個、這個 就算有些觀眾表達不滿 他還是表示,那不要堅持留也許XXX 所以我們私下封他為也許哥 也許哥為什麼總是要留也許這個問題的答案 我們真的不知道 但如果仔細看的話,會發現 他其實也不是每次都留也許啦 還是有一些正常回覆的留言 不過可能是這個風格太強烈 他正常回覆的時候 其他人反而開始懷念起來 問他說今天怎麼不也許了 甚至有人還直接仿冒 幫他在留言裡面留也許 那也許哥到底是誰? 這個問題我們也很好奇 點進他的頻道 會看到他發了滿多酷酷的loop小動畫 還有一百七十幾個訂閱者 也許真正的You are so wrong 是一個熱愛動畫的動畫師吧 也許真正的也許哥根本不是男生吧 好啦,那這都是我們亂猜的 如果有錯,還麻煩本人協助糾正唷! 好的,那第二點要調查的觀眾是基悟空 這個就開始尺度大一點點了 如果現在身邊不太方便 請記得戴好耳機再上次喔! 其實去年會員影片的留言回覆 我們就有看到基悟空的留言 當時真的是有眼不是泰山 還覺得說 欸,為什麼這個人隨便留一句話 就五百多的按讚? 那因為基悟空也算滿常來留言的觀眾 所以我們就越看越好奇 想說為什麼下面都有一片致敬 還有各種悟空分手 像是什麼周悟空、捐悟空、雕悟空、吉悟空、基悟兇等等的 直到後來我們忍不住好奇心 認真研究起來才發現 哇,原來基悟空是有幾萬訂閱的頻道 而且在YouTube跟直播圈都是非常有名的觀眾 甚至平常發的社群貼文也有幾千讚 哇,這樣比我們還多啊! 而且悟空還是一個會發影片的創作者 但是大部分都是色色的影片 這個礙於尺度,這裡就不太方便放出來了 不過根據我們爬到的資料 基悟空似乎正在慢慢隱退當中 留言的頻率沒有之前那麼高 這個時候,留言界就開始出現了一個新的挑戰者 江湖人稱雅婷姐 這位名叫張雅婷觀眾 頭像是一個被海苔條擋住眼睛的長髮女性 而她的頻道沒有發布任何影片,就有6000多個訂閱 而且她每次的留言 都會引來很多觀眾問案跟雅婷姐問號 但跟前面兩位不一樣 我們搜集到雅婷的資料真的非常豐富,難以割捨 所以我們決定動用一下G777整理資料的專業 來研究一下雅婷的崛起經過 根據社群媒體分析網站Social Blade的資料 可以看到,雖然雅婷的帳號在2016年創立 但是從2022年9月開始出現大量的訂閱數 曾經一週就有快2000人訂閱她 而在她的頻道首頁,有三個播放清單 乍看之下,好像都是一些日文歌曲 不過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 我們點開心情不太好使用 這個播放清單,一開始的歌曲都很正常 結果在中間,居然看到 還想騙我們啊,雅婷 沒有錯,雅婷姐跟悟空一樣 經常在老司機相關的主題出沒 像是這隻Shorts 英國有一位男子,生機勃勃 平均一天會舉50到100次 當時我們問說 如果你要選擇不舉或一直舉,你會怎麼辦? 這本來是個靈魂拷問 但雅婷姐卻絲毫沒有猶豫 說,血液不停的往下送也太爽了 不用找人勒你,就能一直享受腦部缺氧的窒息快感 額,雅婷姐,你是不是不小心公開了什麼? 而修女與魚這集內容在說有人對魚色色 因此留言區都義正言辭地說 子女屁可以冷門,不可以邪門 但雅婷姐卻逆風發言 說她在餵魚的時候,看到這個鯉魚的嘴巴一開一合 總是會想趁亂混入她的手指 感受魚的濕潤溫度 但都被魚給避開 最後還被放了一個哭哭的… emoji 額… 不過,我們頻道其實大部分的影片都很震驚 但不管怎樣,雅婷姐卻仍然有歪樓的超能力 像是小孩就是要打才會乖這集 影片明明是在討論體罰的必要性 但雅婷姐卻說 小時候被媽媽拿頭條打手 手掌時不時傳來臟痛與燭熱感 導致眼眶飆淚同時 心底深處卻隱隱有種興奮感 嗯?沒什麼? 請好好討論照顧問題好嗎? 也因為實在太想開車 所以後來雅婷姐不管怎樣震驚留言 大家還是會自動套上瑟瑟旅進 比如說在U-bike那集 雅婷姐其實是正經分享自己下班騎U-bike的小學信 說坐了一天而僵硬的身體 在腳踏車的震動當中逐漸舒緩 理論卻說完了 因為是雅婷姐反而覺得這篇留言怪怪的 不過,其實雅婷姐在我們頻道並沒有火力全開 經過我們的研究 她在其他瑟瑟的頻道,車開得更快 要談雅婷的豐功偉業 就不得不提到一位日本VTuber娜娜天 娜娜天大概是從2021年5月出道 她的頻道會討論一些比較成人上的內容 後來台灣有些人開始翻譯她的直播精華 吸引越來越多人來觀看 而經過神秘的演算法推播之後 娜娜天在去年的9月大爆紅 攻佔了YouTube首頁 成為最受關注的VTuber之一 那你還記得嗎?剛剛提過雅婷姐 也是在9月的時候訂閱人數增加的 這是巧合嗎?我們可不這麼認為 原來雅婷姐在這段時間 也開始頻繁在這些烤肉頻道下面留言 像是那天有一部分析 泡友跟可以瑟瑟的朋友之間的差別 雅婷姐則說,她朋友大多都是同性 因為覺得異性比較容易出事 久而久之就變成都跟同性 欸,跟同性做什麼?要講清楚啊! 在其他影片中,雅婷姐還非常熱情的分享 像素股、後備士、自拍影片 第一次自己來用自動鉛筆的經驗 而且不只是娜娜天的影片 其他類似話題的VTuber 雅婷姐也語錄均沾 成功營造出了一個經驗豐富的專業形象 很多烤肉頻道紛紛把她的留言給置頂 大家也開始在問說 怎麼到哪都有雅婷姐 雅婷姐的訂閱數也跟著越來越多 不過事情還沒完 這些大方聊色的分享 竟然被遠在日本的娜娜天知道了 去年的10月29日 娜娜天跟台灣的VTuber Ogami 桑在做台日聯動直播 雅婷姐也參與了這個直播 一如往常的在開設的時候 娜娜天竟然表示 她有看過雅婷姐的置頂留言 深深地感受到雅婷姐對她的支持 因此想要特別感謝她 這個時候聊天室直接暴動 大家刷一波笑死 雅婷打球啦!直接出道啦! 而這段直播總共被四個烤肉頻道減了精華 其中流量最高的是 扶咪咪的張雅婷大型射死現場 總共有22萬觀看 快8000個讚以及700多個留言 光在雅婷姐留言下面的回覆 就超過了500則 雅婷姐說 我是喜歡默默支持的人 被自己追的人注意到只會想死而已 大家看到雅婷姐有別以往的害羞樣子 除了送上恭喜 也有不少人幸災樂禍的說 請雅婷姐翻譯翻譯 什麼是默默? 不過雅婷姐的心情 也不只有羞恥跟崩潰 她在別的頻道 也留言感謝翻譯君跟觀眾 感謝大家讓她被那那天看見 那個嗨,雅婷我們也看見囉 不過這裡也要幫雅婷姐說一下話 雖然這個大家對於雅婷的印象都瑟瑟留言 但是在志祺七七的頻道裡面 雅婷姐其實也發了很多非常震驚嚴肅的討論 內容也都滿有意義的 而且雅婷還是我們頻道的資深觀眾 從三年多前就在志祺七七的頻道開始留言了 一直到今天也還是幾乎天天來報導 實在是太讓人感動了 謝謝雅婷! 我們常說志祺七七的頻道最有價值的 其實是留言區 不管是震驚或是不震驚的留言 大家都能夠在這裡激浪出各種火花 為影片帶來更多元的觀點 這是我們覺得非常珍貴的事情 真的很感謝每個願意在頻道裡面留言討論的人 而今天的影片 因為是比較輕鬆的特別計畫 所以選擇的人物都是比較好笑或是重口味一點點的 但其實除了上面提到的這幾位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觀眾都很好笑 不過礙於影片的篇幅 也因為找不到太多的資料 所以今天就沒有辦法一一的點名感謝了 而另外我們還要特別的謝謝是我們的會員乾爹們 雖然不一定有辦法每一則留言都回覆 但是大家在我們的社群貼文、會員許願池真心跨的留言 我們每一則都會非常認真地閱讀跟討論 每一次影片做得很累的時候 看到你們的鼓勵跟指教 其實都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動力 真的是非常謝謝你們給志祺七七的信任跟實質的支持 我們會努力的好好做下去的!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最後也有好奇的問問大家 你在志祺七七的頻道 還看過什麼印象深刻的留言嗎? 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